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Jennifer 我在做甚麼工作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製作書 幫人修復古董書 很小時候就喜歡書 因為我未識字已經喜歡看書 看圖片 很多書都要儲起早餐錢才購買 然後躲在皮豆下面看 不敢讓爸爸媽媽知道 中兒書 在書店做過兼職 還開過二手書店 兼學做書醫生 決心治好病了的書 診癌症要煎皮拆骨 有不同的尺寸嗎 是呀 是呀 這是手術刀 修補書在這些過程就等於 本書上了手術桌 跟它開刀 人都會老化 更何況那些書呢 還要洗白白 刀書刷完之後呢 你就要檢查了 檢查一些圖片有沒有亂了 那如果有亂了呢 你就要排好它 還有呢 就在這個過程 檢查的時候做清潔了 紙黃了很正常 只要它健康 不會說裂啊 不會說怎樣 就可以了嘛 黃了都是一種風格 這就是那個書籍的紙 那書籍的紙已經很霉了 移了一部分出來 還有一些都還存留在這裡 所以這些是要拿走它的 要不然你將來用新的材料去 它會脫掉 那書就會起泡泡了 然後再放上去 穿新衣服 這張紙現在爛成這樣 將來我是要用線釘起來 你這些爛了是釘不到的 收復這個紙的時候 就不需要用很… 不應該將紙變得很硬 因為變得很硬 你掀的時候會斷了 所以那個張的濃度 就是很有關係 不同的部位要用不同濃度的章 或者糊 醫好一本書 除了要掌握書本的每條頭髮 每根骨頭 還要上歷史課 你收復古董書 不是說除了有技巧 你還要讀歷史 由最初一頁葉子、羊皮子 或者怎樣 沒有釘中用卷軸的 以前這樣拉起來讀的 以前的書一卷卷的 到現在一本本 歷史怎樣演變 什麼時期是怎樣的風格 或者什麼時期出現了什麼材料 什麼風格 都有不同的 以前古時期出書的位置 有時會發現 在這個位置 我們叫做一手 中文一手一手書 有時印了號碼 但以前古時沒有印號碼 以前的書是沒有機的 要用手釘的 所以在他還沒釘之前 我們為什麼要檢查 就是每一個印號碼 這裡這樣叫做一個印號碼 一個印號碼 為什麼叫做印號碼呢 以前那些人 他們就會在這個位置 在這些位置寫 簽了自己的名字 或者寫它的開始在1 譬如J1、J2、J3、J4 這樣下去 這樣就跟著次序 這樣就不會亂了 書裡頭有些Dog Years 那些就要平整它 那些紙出現了這些角 好像狗的耳朵 所以就叫做Dog Years 書本老了生病 要幫他們去一去就紋 這個Nipping Place 主要是壓書的 我還有一個Place是壓紙的 買這些Place 很重要就是看這個位置 叫做Sun Light 就是有多少健光的位置 這樣就去到決定 你那本書可以做到幾厚的書 做完手術 逢合雙口 學整修復書 一定要學會怎樣釘裝書 你懂得製造一本新的書 你才可以 你才可以那些結構 然後你才可以修補 這樣修補就是 是另一個層次 這個Sowing Frame 有很多尺寸的 我現在家裡也有兩個 這個是小尺寸 這個是古董的 這製作用的 釘書帶 或者釘書繩的 這個放在架上 這些紙紙就製了很多條 一本書需要三條 你就製三條 四條 然後你就 釘出釘入 釘出釘入 這樣 釘好了 就要加一塊布 在這裏 然後就再加這一個叫做 有時你看到 那些書爛到一條一條 這裏的尺寸 爛到一條一條 就是因為 它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在這裏的時候 你不會破壞了書面的 那些皮或者布 或者那些紙 你見到 古時候的書 現在都是的 很多時候有個坑的 現在的書 這個位是平的 多數 但以前的 那些位是彎的 那這個位是怎樣做呢 用書槌弄完它 這個書在釘這隻的時候 它會增加厚度 你修補紙 還有那些線 在這裏釘了之後 它這裏會比這裏 本書你整好之後 如果你不做這個 不去 這個叫做Rounding 你不做Rounding 本書就會這樣斜 五六年的修書生涯 多整的 不是價值連成的古董書 而是感情書 通常大部份都是感情價值 有時候是老師留 送給學生的書 老師過了生 學生不敢揭開本書 因為太難了 有時候是祖先留下來的書 又是很難了 不敢再揭開 所以才拿來給我修復 我自己也愛書 所以對方有愛在書裡 我也是愛書的 所以就覺得很有意義 保存這些實體書就更加重要 那一本書如果是保存得好的 你也和你都會說 你提供過前面的教練 我真的給你帶來揭開 我真的給你帶來揭開 我真的也要說 對方有足夠有意義的 你的口有意義的